妈妈一路就是我妈妈发给我的过女 我生日的一些话我每年都给她成交 你都这么大了还能给你这样 在二所公开的场合 黄晓明都毫无掩饰自己对妈妈的有求必应 而她的妈妈也对黄晓明也非常纵容 外人看来真的是非常有爱的母子 这也体现了黄晓明有孝敬父母的心 baby也曾说过非常欣赏黄晓明孝敬的优点 但仔细一想就会发现黄晓明与妈妈的爱 无法让第三个人查进来 baby毕竟是儿媳 在家里很容易觉得自己是个外人 如果黄晓明时时都只听妈妈的话 baby就很难在家里待下去 或许是黄晓明的妈妈想让baby生二胎 黄晓明也跟着劝baby 所以这对想要搞事业的baby来说是非常不能接受的 baby向众人哭诉 他们一家人都在逼我 随后黄晓明则表示与妈妈同意战线 确实希望baby退回家庭中 真的是惊呆中人 没想到在外看起来非常强势有主见的黄晓明 居然如此顺从母亲 所谓的宠妻人设在母亲面前也只能退让 在这种环境下baby又怎么能不心寒呢 当初那么爱如今却主动提了离婚 或许真是无可奈何了吧 那么观众朋友认为baby黄晓明矛盾 有没有可能调和呢 欢迎留言评论